雞湯做完了之後 大家可以看到松柳味道的雞可以幹嘛呢 魚香脆皮雞 魚香脆皮雞 誰知道這個是雞湯之後的雞嗎 這是什麼 竹生雞 竹生雞湯 不夠成本啦 不夠成本來 剛剛五十百 漂亮 還在滾廢喔 來給大家示範竹生雞湯的第二吃法 來 滑酒 等一下 等一下我們會請川菜大師滑酒師來給大家示範 這一湯做完了之後 大家可以看到松柳味道的雞可以幹嘛呢 掌聲鼓勵 鼓勵鼓勵鼓勵 鼓勵鼓勵 這個啊 雞湯 雞湯 我跟妳講一個 好 最直接的 這道菜 所有川菜師傅 沒有人知道 應該吧 魚香脆皮雞 知道了 哈哈哈 你怎麼敢吃啊 用這個 因為我們 沒有 但是我們學徒的時候 我們非得家 因為 那是你們以前五十幾年 我們是六十幾年 那個 你還蠻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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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再捏味道了嗎 沒有 我再加鹽巴 有 你加了什麼 鹽巴 打鹽巴 加味道 你加味道 你加我們還要花魚香脂 好 來 拿一個辣椒 這裡 再打一個魚香脂 再打一個魚香脂 用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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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在要把它弄碎了嗎 用紙 還是你是要用手 我是用毛布啦 毛布不行 毛布不行 不要不要 他手指 不要 我用手 用手 很熱 很燙啊 很清楚 九哥 一二三 要把它捏碎對不對 燙燙 不行 好 我來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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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把它捏碎 對對對 太燙了 捏到這個水了 有吹吹的就可以了 我弄比較快 OK 來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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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魚香脆皮雞 魚香脆皮雞 誰知道這個是雞湯之後的雞嗎 一個人在出拜拜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 謝謝 哈哈 哈哈